我们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父饶恕我们 我父上帝能使我们有崭新的生活 主啊 我们家庭的困难 和担心忧愁 我父上帝能给予解决 在今夜 我们恳求上帝帮助我们 求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 求主怜悯我们 饶恕我们的罪恶 主啊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 得到上帝的允许 上帝的允许 使我们越来越好 上帝的允许 帮助我们挡住一切的灾害和咒诅 我们天父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允许 是永恒的盼望 主啊 我父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 是与这世上的平安不同的 我们在今夜 可慕上帝的平安 主啊 我们内心的担心和忧愁 求主给予解决 我们身上身患重病 健康的疾病 健康的问题 求主帮忙给予解决 主啊 求主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领会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在这世界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和知识 使我们为国家和民族做真实的爱国者 主啊 我们的天父上帝 告诉我们 我们专心爱主爱上帝的时候 使我们领受这一切的祝福 而我内心并没有爱上帝 我内心到底在爱着什么 我内心关注着是什么 我内心始终把这世俗虚无的 当成是自己内心所寻求的 主啊 在今天求主帮助我 使我悔改 使我真诚的悔改 归向上帝 我们相信在这时间 上帝召唤我们 给了我们机会 给我们认罪悔改的机会 使我们归向上帝 主啊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所有的人领受上帝的话语 因信靠耶稣基督得到应许 使我们的心愿得以实现 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是运行在信主的人内心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门 在今夜愿意得到应许的 我们就阿门 我们的天父上帝是活着的 那么在座的各位 相信大家很痛苦 很疲乏 尽管这样 大家也来到了主面前 这真的是祝福啊 很多人说 我都这么苦了 怎么还要来信主呢 能来信主 这真的是最大的福气啊 以赛亚书40章29节 我们疲乏的时候 上帝赐给我们力量 上帝赐给我们能力啊 那么这一切讲的 不是凭空讲的 是凭据圣经的话语 正是以赛亚书40章29节啊 我们讲圣经经文几章几节 正是因为承认上帝的话语 是凭据圣经话语 是凭据了上帝的话语啊 真言八章十二节 所以上帝的话语 是带着地址的 这地址就是圣经啊 圣经中的几章几节 这正是上帝给我们的 我们人要顺从 遵守上帝的话语 上帝规定的 而我们人为什么这样的张狂 要废除上帝所规定的一切呢 这就是我们人傲慢和骄傲了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 信心是什么 因信耶稣基督就要顺从于主的话语 就要遵守主的话语 而我们太容易就不愿意遵守 很容易不经意间就不顺从 不遵守啊 当我们顺从的时候 使我们得益处 有上帝给我负责 有神迹奇事跟随 顺从上帝话语的时候 上帝使我领受 伊赫华以乐为我预备的祝福 而我们总是 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计算 我们肉眼看到的 我肉体所追求的 总是爱追求败坏和罪恶 而我觉得这是好的 圣经绝不是害我们的 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 这毒蛇的种类 上帝讲的这一句话 正是要拯救我 我们因罪恶 害死儿女 害死父母 真的是毒蛇的种类 我们能承认出自己的罪恶 这时候使我得益处 灵力的益处 不仅灵力兴盛 这世上的一切 也能得以兴盛啊 不足的普通我培养牧师 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 我也误会上帝 上帝是爱啊 为什么还说 离开了信心 就如同猪狗一般呀 但是当我们真的悔改 认罪了之后 当我们醒悟明白了之后 就发现 哎呀 我真的是连猪狗都不如啊 我真的连毒蛇的种类都不如啊 大家知道 动物没有自己 害死自己的小子儿了 而大家和我 我们说是人 但是我们犯了罪 自己却意识不到自己犯罪了 甚至因自己的罪恶 直接影响到儿女子孙三四代 也不肯认罪悔改 这就是我们人性 真的是连动物都不如啊 而很多牧师呢 很多假的牧师呢 不肯照着上帝的话语 如实地传 好像自己多高尚 好像自己多讲究教养礼节一样 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呀 在座的各位 我们人犯了罪恶 如果不悔改的话 这罪恶就直接 害死子孙三四代呀 我们爷爷那一代 我的爷爷的爷爷的那一代 就我们的罪恶 直接影响到儿女子孙三四代 为什么儿女 很多婴儿出生的时候 就是残疾的呢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三节 而我们却不肯悔改 不肯听上帝的话语 始终不肯信耶稣基督 这真的是最邪恶的罪恶呀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哥洛西书二章八节 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大家和我很熟悉 但是至今也有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句话语 这讲道的话语 这讲道磁带是分布在世界各地呀 哥洛西书二章八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 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掳去 阿们 很多人传福音讲道呢 就讲成哲学性 按照世上的理学 按照世上的哲学 按照心理学的角度 甚至教育学的角度 按照自己的教派的教理 按照自己教派的教义来讲 那都是假的讲道 反而会害死人 我们要讲 只讲耶稣基督的话语 要讲 能讲基督的奥秘 哥洛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无论是传福音还是宣教 我们只传基督的话语 而且能讲基督的奥秘 我们找一下哥洛西书四章三节 如果讲道传福音 没有讲耶稣基督保持的生命 没有传基督的话语的话 就成了假的福音了 就成了掳掠灵魂的 很多人传福音 却讲自己的教派的教义 并没有传耶稣基督啊 哥洛西书四章三节 我们读一下 也要为我们祷告 求上帝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我为此被捆锁 阿们 那么我们传福音要传什么呢 要能讲基督的奥秘 为什么很多人成了假的信仰 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基督的奥秘 没能讲出基督的奥秘 结果就是假的信仰了 就比如说 我们公司的产品是要卖油的 而我不去卖油 我去卖石头 那不就是错了吗 我们公司让我宣传 我们的产品是油 而我却不卖油 却宣传石头 那就是错了 很多人说 哎呀我读圣经都读了一百多遍了 我们不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不承认耶稣基督的时候 按照我的理性读圣经 再读一百遍 还是不明白 不领会的 只有因信了耶稣基督 在基督里面 使我成为崭新的新人 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唯独因信了耶稣基督 使我们成为崭新的新人呀 格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 那么离开了基督 离开了基督就是死亡 就是灭亡啊 唯独信耶稣基督 住进基督里面 才能得救赎 活呀 很多人体贴肉体 我的肉体总是 好像不争气一样 这时候就悔改吧 分明是我害了我的儿女 是我害了我的家人 还没出生的孙子啊 子子孙孙 都是我的罪害的 我听上帝话语的时候 不甘甜 不愿意领受的时候 就是我的罪恶 大家能醒悟明白过来 真的是福气呀 我朴牧师也一样 如果我听上帝道话语 不甘甜的时候 我就悔改 哎呀 主啊 我真的是被魔鬼挟制了 我要认罪悔改 什么是傲慢呢 什么是谦虚呢 我要背诵经文的时候呢 按照我的理性 要背诵圣经经文的时候 反而是与上帝作对的 加勒太书四章二十九节 真言二十六章九节 而因信靠耶稣基督 悔改我是罪人 悔改了 承认我是罪人 承认耶稣基督 是我唯一的救赎主 耶稣基督的宝血 赦免了我的罪 洗净我 承认我是罪人 因信靠耶稣基督 读圣经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 使我的内心开窍 主耶稣基督宝血的生命 照明我内心的黑暗 使我醒悟 把我引到基督面前 能够真诚地认罪悔改 上帝的话语 是以能力彰显在我身上的 约翰飞八章三十七节 那么在座的各位 就在今夜 我们所有的人都要 都要断开自己的罪恶 要与上帝的话语接上 因为上帝把我重新接在 耶稣基督的生命里 我们在信仰生活中 有时候觉得 哎呀怎么一会儿好 一会儿又不好呢 那么今天我们悔改吧 经济上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疾病也能得到医治 家庭的问题 夫妻之间不和睦的问题 儿女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 甚至国家的问题 无论是多大的危机 都能得到解决呀 我们在这世上是什么样子 如果我给 如果我 如果我给大家 每一个人发一大块金子 大家就会觉得 哎呦牧师啊 干嘛这么客气啊 给我这么一大块金子 真的是感谢呀 但是给出上帝的话语 是远远超越了这金子的重量 远远超越了这金子的价值 而大家却不知道这是好的 反而还嫌弃甚至排斥啊 我们找一下路教分一章 三十七节 上帝的话语是多么超大的能力呢 我平安牧师为什么 这样子喜欢上帝的话语呢 我们人 我们人是要靠上帝的话语而活呀 马太分四章四节 那么一信耶稣基督 我们就要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的认罪悔改呀 做四阶段悔改 马太分四章四节 人的粮食 是圣经的话语 正是上帝的话语呀 路加分一章三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 因为出于上帝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阿们 因为这上帝的话语 就是上帝 约安非一章一节 上帝的话语全是带着能力的 而我们却不信呢 这么有庞大能力的上帝的话语 没能够彰显在我身上 是因为我不信 我们找一下铁撒伦家前书 二章十三节 在座的各位 我内心存什么样的心 上帝都知道 而且照着我内心 如实地给我成全的 我们找一下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 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 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阿们 很多人说 哎呀我希望我能成为什么什么样子 哎呀 我的天父上帝 我祈求上帝 求上帝帮助我 我们心里所求所想的 上帝全都知道 而且上帝给我预备的 是远远超越了我们所求所想的 很多人说 哎呀上帝 求上帝给我能力吧 上帝求主帮助我 改正我不好的性格吧 主啊求主帮助我 医治我的疾病吧 上帝求上帝帮助我 使我的儿女做孝子吧 上帝求上帝帮助我 求主赐福于我 改变我的人生 引导我走向好的人生吧 我们内心所求的 我们内心所恳求 所祈求的 上帝全都知道 而且上帝所赐给我的 是远远超越了 这一切所求所想的呀 大家相信吗 这上帝的话语 分明是能行的 以福所书三章二十节 我们再读一遍一二 上帝能照着运行 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阿们 阿们 那么我们在领受上帝话语的时候 首先 我内心 在寻求什么呢 这句经文 我再读一遍 上帝能照着运行在 我们心里的大力 正是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大家每个人所求的都不一样 很多人不仅在寻求 有时候也在想 哎呀我真的想能吃一个好的大饼 或者说 哎呀我的脸能光滑该多好啊 或者说 我的脸如果皮肤该好 多好呢 相信大家各种各样 有想法 也有所求的 但是 上帝所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上帝有着能力的 而我们 很多人说是信主 却没能够经历上帝的好 那这问题是出在我们身上了 那么 是因为我的内心不正了 首先我们不认识上帝的话语 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那么我们就是意味着 我们都要属于耶稣基督啊 很多人只想着自己 想不到我们 甚至我身边连一个我们都没有 连对自己的家人都没有我们的这种爱心 只有我 只顾自己 就比如说我们盖房子 用火柴根能盖房子吗 用火柴根做的根基 能盖一百楼吗 这肯定很荒唐 不可能啊 就哪怕这火柴棍 再长再高 也不可能盖成房子 这根基一定是非常稳固的 才能做是根基啊 那么这我们意味着的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的是基督啊 我们需要的是我们的救赎主 耶稣基督啊 卢教福音二章十一节 那么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因基督都能来到主面前 这正是上帝给我们立下的允许啊 所以我们要认识基督 那么传福音讲道 如果不讲基督 不能讲出基督的奥秘 那就成了假的讲道了 在族的各位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而我们这些罪人 能来到上帝面前 是因为有耶稣基督 保写的功劳啊 是因为有上帝的 施慈爱和施怜悯的爱心 才能来到主面前 那么我们的救主是谁 是唯一的 耶稣基督 正是上帝的儿子 那么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正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 脱离罪恶 不被罪恶所挟制 而且能得以生命 能得救赎 我们找下路教福音二章十一节 我们的救主是谁啊 就是基督啊 是耶稣基督啊 而很多人不承认耶稣是基督 甚至很多人也不认识耶稣基督啊 我们一定要认识基督 路教福音二章十一节 我们找一下路教福音二章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阿门 大喜的好消息 是救主诞生了 这位救主就是基督啊 而很多人 不认识基督 就是不承认耶稣是基督 甚至不认识耶稣就是基督啊 这大喜的好消息 就是在今天 就在此时此刻 就在我们的家庭里 就在我们釜山第一教会里 就在我们国家里 是救主诞生了 救主诞生是为了我 就是为了大家 就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是光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就是耶稣基督啊 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诞生的耶稣基督啊 而很多人不承认耶稣基督 甚至很多人说 很多人光说 哎呀 那么就是耶稣吧 嘴上喊着耶稣的名 却不承认耶稣是基督啊 我们呼喊的耶稣 我们呼喊的耶稣 就是基督 那么耶稣基督 就是上帝的儿子 是我们的救赎主啊 在座的各位 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恩惠啊 以福所说三章二十节 那么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那么我们 就是意味着我们要信耶稣基督啊 住进耶稣基督里的 那才是主的儿女 是主的百姓啊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 我们心里的大力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 要有耶稣基督居住啊 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阿们 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 因为爱是什么呀 爱上帝的心 就是要祷告 那祷告一定是认罪悔改呀 因为上帝爱我们 所以给我们传了悔改的福音 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 所以讲了实话 说悔改把天国进了 上帝是为了爱我 上帝是为了赐福于我 给我们传了这福音呀 是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 传了这最真实的 是真理呀 那么相信今夜我们都是有希望 是有盼望的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不肯悔改 我们悔改了才能领受上帝的话语 我们认罪悔改了上帝的话语 是运行在我的内心的 我们再回到以福所述三章二十节 那么我们在读一句经文的时候 我们有真实的领受吗 不足的仆人我朴牧师 左边世界各地 有神迹奇事跟随 这都是因为 我内心是顺从了上帝的话语 是照着上帝的话语如实的照做 是顺从了 因为天父上帝是活着的 上帝的话语是能力呀 感谢上帝的恩惠 感谢主 上帝的话语 感谢主 学生什么都不懂的 但是照着老师的教导 那么我们的老师 唯一的就是耶稣基督啊 那么就在今夜时 我们领受这句话语 以福所书三章二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阿们 那么我们来读一下 就是我们千万不能忘了 我们是罪人的身份 我们仅需仅需的是 主耶稣基督啊 一信耶稣 使基督住进我的内心啊 那么我们悔改了 承认自己的罪恶 悔改了 这时候使基督住进我的内心 罗马书五章二十节 格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 基督就是上帝的能力啊 那么我们都是罪人 甚至很多人犯了很多很多的罪恶 那么我们多悔改自己的罪恶的时候 多能 就是能够多找出自己内心的罪恶 多找出自己的罪恶 认罪悔改的时候 这能力就越加地彰显在我内心啊 格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 我们内心误会肮脏的罪恶 都要靠着耶稣基督的保血除掉啊 那么我们要真诚地认罪悔改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血的功劳 切切地祷告 认罪悔改 做四节段悔改祷告啊 所以真切地劝勉大家 祷告吧 悔改吧 如果大家不悔改的话 内心总是有抱怨 总是有发怨也 甚至呢 总是不乐意 甚至有度计啊 猜忌啊 犹大说一章十六节 十八节到十九节啊 我们不顺服耶稣基督的道理的时候呢 不顺服耶稣基督的话语的时候 都是傲慢骄傲的 内心是抱怨发怨言的 在座的各位 这上帝的话语 要注尽我的内心啊 主耶稣基督要注尽我的内心 而我内心却没有信心能容纳 格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 基督正是上帝的能力啊 唯独基督是上帝的能力 那么唯独基督是上帝的能力 所以我们认罪悔改 正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恩惠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因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 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的话也运行在我的内心 罗马书五章二十节 最多悔改的人 多承认自己罪恶 多认罪悔改的人 就是多蒙恩典 就是多领受恩惠的 上帝的话语是运行在我的内心啊 我们大声的阿门 我们心里所想的 我们心里所求的 上帝全都知道 而且能绰绰有余地给我们重全 因为上帝是全能者 是上帝创造了我 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呀 而且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 安排和计划下 在座的各位 这是多么很庞大的恩惠呀 有上帝的允许 我们为什么还不信呢 所以今天我们认罪悔改 做世界段悔改 为的是信耶稣基督 为的是住进基督里面 为的是使基督因信住进我里面 那么谁主宰这一切呀 谁主宰这我的生命呢 能把恶魔恶鬼赶出去 也能赐福于我 也能没收这祝福 这一切是由上帝来主宰的 我们找一下撒摩尔记上二章六节 我们找一下撒摩尔记上二章六节 真的是非常感谢上帝呀 那么今天大家和我 我们心里都是一样的 我们说是悔改 但是我们经常做不到悔改 就像让小孩子去刷碗 小孩子很努力地刷碗 而且很认真的刷碗 但是他刷的碗还是不干净的 就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还是不领受和不领会呀 那么上帝能让我活 上帝能让我死 那么正是运行在我们心里的这大能大力 正是上帝呀 是上帝的话语呀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撒摩尔记上二章六节七节 那么第八节呢 上帝能使我 就是我身患重病了 我很凄惨 而上帝能高举我的 上帝也能医治一切的疾病 撒摩尔记上二章六节到七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耶和华使人死 也使人活 使人下阴间 也使人往上升 他使人贫穷 也使人富足 使人卑微 也使人高贵 阿们 我们的天父上帝 耶和华上帝是全能的 撒摩尔记上十六章十四节 上帝能赶除恶魔恶鬼 大家现在夫妻关系不和睦 都是因为被魔鬼挟制 被魔鬼困扰 而上帝能赶除这个恶魔恶鬼的 那么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 正是天父上帝的能力 正是上帝的话语 正是基督 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 那么上帝一直是在基督里面的 我们信了基督 我们属于基督了 才能遇见上帝 那么信耶稣基督的人 悔改的人 行为举止上 一定是有改变 是有变化的 行为上虔诚的人 蒙上帝的拣选 我们阿门 耶稣是与上帝同等的 我们不可能成为耶稣 耶稣是没有罪恶的 而我们是罪人 所以我们需要承认耶稣是基督 是上帝的儿子 是与上帝同等的 我们这些罪人是要与 我们这些罪人是要认罪悔改 有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我这个罪恶才能得以救赎 得以赦免 这是何等的爱 这是何等的能力呀 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 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的生死是由上帝主宰的 上帝赐给我们祝福 上帝也能没收这祝福 上帝能让我生病 上帝也能医治我的疾病 正是这位全能者上帝 和我们立下的允许啊 那么我们找一下 菲利比书二章十三节 在以赴所说后边呀 菲利比书二章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阿们 那么我们再读一遍 菲利比书二章十三节一二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阿们 那么我来读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 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啊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那么萨摩尔记上二章 上帝能让我活 上帝也能让我死 上帝能让我生病 上帝也能医治我的疾病 上帝赐福于我 上帝也能没收这祝福 上帝能赐福于我的子子孙孙 那么正是这位全能者上帝 要成全一切 成就一切 我们所求的 我们所想的 天父上帝全都知道 而且能超乎我们所求 所想的呀 创世纪十七章一节 而我们为什么却不信呢 上帝的话语 何等的能力 何等的盼望 而很多人说 哎那我怎么就 从来没有经历过 这么好的盼望 怎么从来没有经历过 这么好的能力呢 大家知道 在这时间上帝是在 此时此刻上帝是活着的 也正在做工啊 上帝在成就一切呀 在此刻各位 大家所求所想的 可能千姿百态 可能都不一样 而上帝全都知道 而且上帝能绰绰有余的 成全和成就 那么我再来读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 就是我们信耶稣基督 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认罪悔改 使基督住进我的内心呀 我们不要再追求 自己的想法 上帝运行在我心里的时候 为的是要成就上帝的美意 不是我的美意呀 而我们追求的是自己的美意 并不追求上帝的美意呀 我们一信耶稣基督认罪悔改了 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功劳 认罪悔改了 那么这时候上帝给我感动 而我总觉得 照这个感动做的话 我好吃亏呀 我好苦啊 这就是因为照着肉体想 照着情欲想 体贴肉体的理论 就觉得自己吃亏 而上帝的美意呢 是 不是我想的 不是按照我的想法和理论 成就的 格林多后书十章五到六节呀 就我的想法 我的理论 总是与上帝作对 是与上帝的美意对抗的 格林多后书十章五到六节呀 而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呢 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而且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生命 认罪悔改 做了这些段悔改之后 上帝就要运行在我的内心 我要成就上帝的美意 上帝给我的感动 是为了成就上帝的美意 就比如说 哎呀 今天晚上 昼夜的祷告吧 哎呀 做进食祷告吧 哎呀 向上帝感恩感谢吧 就很多很多感动 为的是成就上帝的美意 而我内心考虑的是 哎呦 今天晚上 昼夜的祷告 哎呦 这太累了 太苦了 不行不行 哎呦 最近时祷告的 哎呦 这太苦了 不行不行 就我的想法 我的理论 我的肉体 总是与上帝的美意对抗啊 但是 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 顺从上帝旨意的时候 有上帝负责 是有神迹骑士跟随 是有奇迹发生的 约尔福音二章九到十一到十二节 我们不愿意跟随上帝的美意 不顺从上帝的美意 总是要追求自己的美意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呀 在族的各位 背叛叛上帝 大家知道巴勒 先知巴勒 他就是背叛了上帝了 违背了上帝的美意呀 罗马书十四章六节 这世上的一切 没有一样是自己的 甚至我的生命 我的身体也不是自己的 而我们为什么 总是体贴肉体 好像这一切是属于自己的呢 一切的事情 荣耀上帝 成就上帝的美意的时候 上帝负责一切的 而我们不追求上帝的美意 我们不跟随上帝的美意 总是要跟随自己的私欲 在座的各位 按照世俗的理论想 按照世俗的价值观 不可能认识上帝的话语 不可能顺从上帝的旨意的 我们世俗的价值观 总是与上帝对抗的 是与上帝作对的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照着主耶稣基督保死的生命 真诚地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感动的 而我们总是很磨叽 面对上帝的感动 面对上帝的旨意 我们总是磨叽 哎呀 真的该这么做吗 就这样磨叽 马太福音二章 大家知道 约瑟在梦中见到了天使 那天晚上他们立刻就行动了 上帝给我感动的时候 我们要立刻行动 而我们不肯立刻行动 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不行动的话 就是死路啊 我们不顺从就是死路啊 此时此刻上帝给我感动 而我们却不顺从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做了四季段悔改了 认罪悔改 这时候上帝要运行在我的内心 为的是成就上帝的美意 上帝的美意绝不害人 上帝的美意绝不让我受亏损 因为上帝能医治一切的疾病 上帝也能拯救我的生命去天国 上帝绝不有损害 上帝绝不害我的 而我们却没有信心 不相信上帝的美意 甚至比亲生母亲更爱我的 是上帝啊 以赛亚书49章15节 我们的天父上帝 很明确地指引我们 一条活路告诉我们 指引我们 而我们却不顺从 不听从上帝的话语 那么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美意 是给我一个感动 而我们却不顺从 不听从啊 我们要顺从上帝的美意 无论在什么事情上 顺从上帝的美意 这时候 使我们领会上帝的 这大能大力 大家一信耶稣基督 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的时候呢 就一定有上帝给的感动 那么有上帝的感动的时候 这是上帝的美意 就要顺从 就要遵守 而我们就不愿意顺从 遵守上帝的美意呀 我们总是自己 我们总是自己觉得很聪明 好像自己多聪明一样 不肯顺从上帝的美意 所以我们总是自己的 对 在座的各位 菲利比书4章6节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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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各位 大家现在希望疾病得到医治 大家也希望儿女的问题能得到解决 大家也希望儿女的问题能得到解决 大家也希望得救赎得救恩 大家也希望得救赎得救恩 我们心里所求所想的 上帝都知道 而且绰绰有余的都能给我们成就 上帝赐给我们的允许是多么庞大的 有上帝给的感动 而我们却不顺从 上帝是活着的 上帝要赐给我们这最好的允许 而我们却不听话 不肯顺从 不肯遵守 菲利比书四章六节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菲利比书四章六节七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阿们 我们阿们 上帝住进我的内心 上帝住在我的心怀意念 有上帝保守住我的心怀意念的时候 这时候真的是最有福气的 我们今天祷告了 我们今天祷告了 悔改了 但是呢 我们很是分不清 我心里的这感动 是上帝呀 还是魔鬼的作怪呀 那么我们靠圣灵要分辨的 上帝始终在我的胸口叩门呀 上帝要住在我的心怀意念 而我内心总是有怀疑 上帝是全能者一位啊 以赴所说四章一到六节 那我瓢目是能经历上帝的话语 那大家也能经历的 上帝要住进我的内心 要住在我的心怀意念 而且要指引我的道路 而我们内心却没有信心来迎接上帝 我内心没有耶稣基督保喜的生命迎接上帝 上帝给我感动 做近时祷告吧 做昼夜祷告吧 而我内心呢 总是要先琢磨 哎呀 真的该做还是不该做 这就是不听从 不顺从啊 我们要立刻顺从 立刻跟随呀 我们的天父上帝要负责我呀 而我内心总是疑惑 总是不敢确定 哎呀这是上帝呢 还是魔鬼在作怪呢 那么菲利比书四章六节 我们再读一遍 一二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接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阿们 不需要担心忧愁的 这所有的事情是上帝的作为啊 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二到三集 上帝能解决这个事情 能拯救的是上帝 能让你死的也是上帝的作为 能让我生病的也是上帝的作为 医治我疾病的也是上帝 这一切一切的作为全是上帝 而大家为什么 你凭什么要担心呀 难道把自己当成上帝了吗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 我担心忧愁 就表示着我没有信心 离开了信心 很多人以为 哎呀 这个人太聪明了 所以担心 不是的 是因为太无知了 不认识耶稣基督的道理 所以才会担心和忧愁 担心什么 就会变成什么呀 担心的事情 为什么如实地实现了呢 约伯纪三章二十四节 所以上帝的话语 从来都告诉我们 不能担心 不要忧愁 也不要担心 因为成就的是天父上帝 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 我们尽管信 天父上帝要做我们的父亲 而我们却没觉得上帝是我的父亲 因为我们还没有领受圣灵 加拉太书四章六节 我们要切切地寻求圣灵 我们领受了圣灵 这时候上帝就做我们的父 上帝说了 应当一无挂虑 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假的信仰 就整天在担心和忧愁 哎呀我家里没钱呀 不知道明天该吃什么 不知道明天该做什么了 哎呀我家里生了这么多孩子 这么多孩子肚子挨饿 这可怎么办呀 就我们整天想的是自己的想法 不相信上帝的话语 内心根本就没能装下上帝的话语 整天想这孩子的学费该怎么解决呢 明天晚上该吃什么呢 今天晚上该吃什么呢 就想的全是体贴肉体的 属乎肉体的想法 这都是没有信心的 所以来听讲到 就是像搞宗教的仪式一样 就是像在消磨时间一样 做礼拜了就不祷告 礼拜结束了 至少要祷告啊 大家知道我们领受了圣灵 就能服侍教会 服侍上帝的事情 菲利比书三章三节 我们领受了圣灵 就是为主做功 能传福音为主做功的 大家如果真心地信耶稣 基督真诚地认罪悔改了 这时候就有上帝的旨意 住进我的内心呀 我平昂牧师 祷告了之后呢 悔改认罪了 祷告了之后呢 有天父上帝的指引 我就如实地顺从 不分我的身体会不会怎样 而大家呢 一定先自己给自己计算一下 首先自己合计一下 哎呀这是不是吃亏了 全能者上帝 怎么会让我吃亏呢 天父上帝能主宰我的生死啊 大家为什么还不信 总是在担心忧愁呢 凡事都要靠自己的话 为什么还需要信上帝呀 那说明大家担心还是没有信呀 第六节 应当一无挂虑 什么都别担心 什么都不要愁 全交给上帝 上帝给我的感动 如实的顺从 只要顺从主的旨意 就有神迹奇事发生了 就在今夜 有神迹奇事跟随的 这一定是能行的 这一定是能行的 所有的一些全都能行 我们感谢主 感谢上帝 而我内心总是有自己的想法 内心总是要琢磨 哎呀真的能行吗 这都是因为内心没有信心呀 第六节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就只要 这是唯一的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就无论什么样的事情 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就你所想的 就搞祷告吧 悔改祷告 很多人以为祷告 就要 就讲一些自己所求的 祷告一定是认罪悔改的祷告 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 我们悔改了 祷告了 上帝赐给我信心呀 我们照着信心所求的 这时候上帝给我成全的 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 祷告一定是照着信心的祷告 因信耶稣基督 祈求祷告 这时候上帝给我负责呀 我们凡事要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那么祷告一定是 因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因信心祷告啊 是真诚的祷告 是真诚的悔改祷告啊 这时候上帝给我成全一切 而且呢 一定要有感谢的 这感恩感谢是非常重要的 这正是耶稣向我们世人所显的神迹 是约纳神迹 约纳说二章九节 我们找一下 我们总是不肯感谢 我们不愿意感谢 总是心疼自己 大家知道感恩感谢 是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承认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惠 承认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 大家知道我们教会 有很多的人 就是不肯感谢 没有感恩感谢的心 那很多人就说 哎呦牧师啊 那我把这一切全交给主了 那我自己是不是就要沦落到大街里的生活呢 这就是自己的想法 很多人悔改了 也祷告了 也求了 也祈求了 但是不肯感恩感谢呀 在座的各位 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有感恩感谢 马太弗12章39节 面对这邪恶淫乱的世代 只有约拿的神迹是给我们显明的 一切都是要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呀 顺从上帝的话语 就一定是感恩感谢呀 大家知道 我们跪在主面前的那一刻 就是要有感恩感谢的 因为有耶稣基督保死的救赎之恩 怎么没有感恩感谢呢 很多人 哎呀真的是 流着泪水祷告 流着泪水认罪悔改 却没有感恩感谢 就还是不承认上帝呀 就内心还是 被自己的贪婪和私欲所困扰着 真诚地认罪悔改了之后 上帝一定有感动 上帝一定在主宰我的内心呀 但是我们总觉得 哎呀 我真的这么做的话 是不是不符合现在的情况呢 我是不是就会吃亏呀 结果就不肯感谢 字幕提示 月娅书二章 一到八节 大家知道 月娅在鱼肚子里的时候 是因感恩感谢向上帝祷告的 当月娅感谢上帝 向上帝承认自己 错了 他以感恩感谢 向上帝祈求感谢的时候 就有神迹奇事发生了 那么大家因信耶稣基督 真诚地祷告 做了这些段悔改祷告了吗 那么就以感恩感谢的心祷告 以感恩感谢的心祈求吧 这感恩感谢是非常关键 非常重要的 是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那么再说的各位 我们总是不肯感谢 我们总是 愿意回到自己的过去 我们总是更体贴自己过去 总是体贴被魔鬼挟着的生活 就总是不愿意来到主耶稣基督里边 这就是我们太容易离开福音 太容易离开主的道理呀 感恩感谢 所以服侍上帝的教会 所以服侍主的事情 因感恩感谢 所以献礼拜 因感恩感谢 所以肯做仆人 肯顺服一切 而我们却没有感恩感谢的心呀 不感恩感谢 所以整天要纷争和争吵 如果真心的有感恩感谢的话 就不会纷争争吵啊 这世上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呀 无论是谁 都是为了我存在 世上发生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我 而我们为什么不承认上帝的话语 为什么不感谢呢 为什么不感恩呢 格林多后书四章十五节 很多人 哎呀 很多人听这四阶段悔改了 就祷告 也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了 但是 正有上帝的美意指引我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肯顺从 我就剩一个饼了 我把这个饼分给别人 我吃什么呀 就这么想着 伊利亚来到那个寡妇的家庭里 结果这个伊利亚怎么要求的 这个寡妇家里呢 只剩下能做一个饼的那么米面 而那时候伊利亚怎么要求她 当她顺从的时候 她是领受了非常庞大的恩赐和祝福了 所以在座的各位 大家真诚地祷告认罪悔改了之后呢 上帝给大家感动了 有上帝的美意在指引大家的时候 大家要因信心顺从吧 因信心 因信耶稣基督顺服给上帝的美意 而我们呢 总是不认识上帝的美意 不肯领会上帝的美意呀 当我们顺从上帝的时候 顺服给耶稣基督的时候 上帝给我负责 上帝赐给我这一切 那么今天我们顺服给上帝 顺从上帝的话语吧 照着上帝的话语 听从主的教导 顺从主的话语吧 如果大家真诚地认罪悔改 因信耶稣基督保持的生命 祷告认罪悔改祷告 做四季段悔改的话 就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当然了 我不悔改的时候 不肯祷告 不肯承认自己罪恶的时候 就没有感恩感谢的心 约纳书二章九到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旧恩出于耶和华 耶和华吩咐鱼 鱼就把约纳吐在汉地上 阿们 再次的各位 哪怕我的人生 现在真的是绝望了 就像已经被鱼吞进肚子里了 一个人被鱼吞进肚子里了 真的是死路一条 是绝望 而上帝能使约纳 从鱼肚子里吐出来 再次的各位 大家现在人生好像真的是绝路了吗 好像儿女真的是没救了 夫妻关系也没救了 很多事情都已经特别的坎坷 无论是身体的健康 还是事业都已经好像是倒闭了 好像是完了吗 今天悔改吧 今天真诚地向主认罪悔改 悔改之后 上帝赐给感恩感谢的心的时候 感谢上帝 向上帝感谢 主啊 感谢上帝 约纳向上帝感谢了 向上帝感谢了之后呢 照着上帝所要求的 他如实地顺从了 这时候上帝使鱼把约纳吐在汉地里 再次的各位 在今夜我们要感恩感谢 因感恩感谢上帝 要得到这允许 我们所有的人感谢上帝 得到这允许吧 主啊 我们感谢主 主啊 我们感谢主 所有的人都要感谢 而大家不祷告 不悔改 大家知道感恩感谢的心 是因为悔改了才有的 很多人没有感谢的心 没有感恩的心 那都是因为没有悔改 意识不到自己是罪人 不肯悔改 不肯认罪悔改呀 上帝可是最爱我们的 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允许是 通过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立下的 罗马说八章三十二节 使儿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 是通过儿子的宝血 和我们立下的允许 而大家和我呢 我们白白地领受了 这般的恩典和恩惠 而我们却一丝感恩感谢都没有 创世纪二十二章 上帝要求亚伯拉罕 把以撒交给上帝的时候 上帝并没有 真的是要让以撒死啊 上帝是为了赐福耶 亚伯拉罕 使亚伯拉罕 做信心的祖上啊 再度的各位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 要把好的祝福 留给子子孙孙 为国家和民族 要真实地献忠心 真实地做爱国者呀 再度的各位 大家为什么不肯悔改啊 大家为什么不肯祷告啊 真言十三章二十一节 我们如果不肯领受上帝话语的话 不肯领受上帝给我的祝福的话 就会选择灾难和咒诅啊 大家为什么非要给自己选择灾难和咒诅呢 离开了基督 那就是灾难和咒诅啊 加拉台书一章六到十节 那么离开耶稣基督的人呢 在世上也爱 就是卖主卖友 就是背叛主 背叛 背叛自己 曾经帮助自己的人 就是以行恶作恶来 回报 曾经帮助自己的人 那就是以恶来报善 那么离开耶稣基督的人 最明显的表现 就是体贴肉体 爱世俗 就犯了淫乱罪 真言五章啊 稍微有钱财 就会去犯淫乱罪 体贴肉体的淫乱罪 体贴世俗的淫乱罪 而且也攒不了钱 赚不了钱 真言五章啊 再次的各位 我们的 我们生活中 我们生命中的果实 都会一一地 给我们展现出来呀 真切地祝愿大家 脱离罪恶要活呀 不仅拯救自己 也要拯救国家呀 再次的各位 我们所有的人 都要领受这好的祝福 上帝实在是真好 上帝实在是真好 是最好的 就在今夜 上帝在做功啊 上帝为了实现 上帝的美意 上帝给我们每个人 一颗顺服的心 上帝为了成就 上帝的美意 给我们每个人 一些旨意 给我们每个人 一些感动 大家就顺从吧 顺从上帝的美意 顺从上帝的话语呀 真言五章 大家好好读一下 很多人说 哎呀 我有很大的名分 我有很大的权力 我有很多钱 这个钱我全 藏在瑞士的银行了 那这个钱自己花不了一分钱 不能享受一分钱 因为恶人积攒的财富 那都是给义人所预备的 真言十三章二十一节呀 恶人积攒的财富 都是为义人所预备的 恶人积攒再多的财富 那财富也不可能流到儿女身上啊 在座的各位 我们所有的人要得福啊 我们人生只有两条路 要么是走向天国 要么就要去地狱了 在座的各位 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是 要去天国的一条活路 上帝主宰着这一切 所以今天我们悔改吧 祷告要做悔改祷告 把心里所求所想的 靠着祷告和祈求感谢 全向上帝一一的寻求和祷告吧 上帝给我的感动 就立刻行动 不要拖拖拉拉的 要立刻行动啊 不足的仆人我平昂牧师 看大家每一个人的脸呢 就能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状态 真言十五章十三节 在座的各位 无论我心里想什么 求什么 上帝给我的 是超乎了我所求所想的呀 我们再回到 以福所书三章二十节 在座的各位 上帝要实现 我们每个人的心愿的 正是天父上帝 要住进我们心里 照着上帝的美意 给我们成全一切 而且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在座的各位 而我们内心有感动的时候呢 我们寻求的是自己 自己的美意 跟自己的想法不符合了 就觉得这是错的 就是把自己当成标准 把自己当成上帝 这真的是最愚蠢愚昧的 大家要警醒和醒悟啊 天母在前书六章九节呀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主啊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以为我祷告了 我以为我真的真诚地祷告 悔改了 我们的天父上帝 正是为了成就上帝的美意 我们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 上帝是最喜悦的 一起解除十八章啊 而我们却不肯顺从上帝的话语 我的想法 我的理论 只会败坏自己 败坏儿孙 败坏家人 败坏国家 而我总是爱相信自己的想法 却不肯听从上帝的旨意 这就是我们犯罪 我犯错了 求主怜悯我 饶恕我的罪恶 使我们在今天真诚地祷告 做这些段悔改祷告 靠着耶稣基督保死生命 切切地认罪 悔改祷告 使我们领受业化遗乐 为我们预备的祝福 使我们不请自己得救 拯救家人 拯救国家 拯救身边更多的灵魂 主啊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不要丢弃这感恩感谢的心 我们感恩感谢的时候 约拿都能因感恩感谢 从鱼肚子里得救啊 在座的 求主赐福于在座的所有的信徒 使我们所有的人顺从与听从上帝的话语 奉主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大声地呼求救主的名 一起来祷告吧 我们所求所想的呢 上帝给我们感动的时候 大家都要顺从和顺服啊 上帝的话语是活着的 只要我们顺从遵守上帝话语的时候 是有神迹奇事跟随的 我们大声地呼求救主的名 一起来祷告吧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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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父上帝 主啊 就在今天 就在这时间 正是基督的话语 照明了我的内心 使我认识到 我是无悔肮脏的 我的想法 都是与上帝对抗了 主啊 求主帮助我 使我认罪悔改 使我认识到自己的罪恶 使我真诚地认罪悔改 使我们在今夜 听从上帝的话语 使我因感恩感谢 又发辞内心的感恩感谢 使我顺服上帝的话语 主啊 我们内心渴慕上帝话语的 求主赐给我们 使我们领受上帝话语 我们内心渴慕圣灵的 求主赐给我们圣灵 主啊 心灵需要得到医治的 求主医治我的心灵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得到允许 主啊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心愿得以实现 我父上帝 我们感谢上帝 我父上帝 我们感谢上帝 求上帝帮助我们 求主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因感恩感谢 得到上帝的话语 领受允许 身体哪里疼痛的 把手 按手在那个疼痛的部分 把自己的双手 放在那疼痛的部分 那么大家内心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 我们的天父上帝 此时此刻是知道 我们所求所想的 那么上帝给我们感动的时候呢 大家要如实地顺从 遵守啊 然后以感恩感谢的心 向上帝祈求 向上帝恳求 大家寻求智慧的人 向上帝寻求智慧吧 无论我在想什么 无论我在 我们所想的 所求的上帝 全都能给予成全的 上帝给大家什么样的心 上帝给大家的感动 大家立刻行动 立刻顺从吧 上帝能成全一切 上帝的话语 绝对是能力 上帝的话语 是运行在信主的人内心啊 所以大家立刻顺从 立刻顺从吧 奉拿撒了人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宣布 今天 因感恩感谢的心 顺从上帝话语 所有的人 将得到允许 身患重病的 求主给予医治 我内心是 以什么样的心 在恳求呢 求主帮助我们 一心疑惑的人 什么都不要得 什么都不要想得到 我们一信耶稣基督 靠着耶稣基督 保写的生命 真诚的祷告 认罪悔改祷告 使我们所有的人 只依靠上帝的话语 得到允许 我们所有的人 一起呼求救助的名 我们为国家和民族祷告吧 我们国家 哪怕现在是处于绝望和危机了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相信上帝 联名我们 上帝拯救这个国家 上帝帮助这个国家 我们相信上帝赐福于这个国家 我们要为国家和民族祷告 我们为身边的人祷告吧 大家现在还不肯饶恕身边的人吗 全饶恕吧 饶恕了 得到主的允许吧 大家还在想着过去发生的事情吗 都是因为大家不肯饶恕啊 全饶恕 全忘掉吧 我们要立刻顺从 立刻行动起来 遵守顺从上帝的话语 我们立刻顺从 遵守上帝话语的时候 上帝给予负责的 我们要顺从上帝的话语啊 上帝给我心里的感动 立刻行动 立刻顺从吧 我们大声地呼求救助的名 一起来祷告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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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天父上帝 主啊 我们的天父上帝 求主上帝怜悯我们 我父上帝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关爱我们的国家 我父上帝 求主上帝 怜悯我们 使我们 有一颗感恩感谢的心 如约拿 在鱼肚子里 是以感恩感谢 向上帝祈求的 得到了允许 主啊 求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聆听主耶稣基督的 所有的教导 使我们遵守耶稣基督 所有的话语 应顺从 应信耶稣基督 以感恩感谢的心 顺从上帝 顺服主耶稣基督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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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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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